这个文件的目录呢 咱们说完了 说完了之后的话 咱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关于配置参数的这样一点问题 那我们实际上已经知道了 在这个Jungle当中 它所有的配置文件 都画到一个settings.py里面 在flux里面没有 flux里面如果你想要去做配置的话 怎么去做这个配置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眼 在flux当中 如果你想要去做配置的话 它实际上是可以有几点支持方式的 首先第一种支持方式呢 就是你把配置文件放到哪呢 你把配置文件 你把配置的东西 也可以单独的放到一个文件当中去 所以你在进行放置的话 怎么去放置呢 我可以在当前的这里面呢 随便的去指明创建一个文件 放到一个普通的文件 这个文件的话 比如说我把它就叫做config.cfg 通常情况下 后队名这个cfg 是直接表达这样的配置的意思 就是config的一个缩写 我们习惯性就把它叫做config了 然后就放到这 创建了这样的一个配置文件 前面的名证随意去指明啊 后队名也是可以随意去指明的 只不过我们习惯性的话叫做config.cfg 然后创建一个文件 创建这个文件当中的话 紧接下来再来去做东西呢 你就把你的配置参数往这里面去写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在flux当中 它也也是有一个调试的那么一个配置参数 那这个配置参数是谁呢 就叫做debug 所以我放到这里面去写的话 那个配置参数的名字呢 也通通的全部都是大写 debug 比如说我给你设置为tru 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当前咱们就只有这样的一个参数 所以我就给你放到这里面了 放到这里之后的话 那我回过出来 如果说想在flux当中去使用那个配置文件的话 怎么去使用呢 咱们再去写一下 是导吗 我能导的话前提那个文件得是一个python的脚本模块吧 我当前不是把它定义为python了吧 所以我们去导一下 这个第一种方式呢 使用文件 使用配置文件 配置参数的使用方式 第一个是使用配置文件 那怎么去使用呢 在app你创建好的一个对象 当中呢 他有一个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叫做 叫做 在app当中有一个叫做这样的一个 config from 应该是叫做 应该是app点 就是这个东西 在这个app当中有一个叫做这个config 有这样的一个对象属性 然后是在这里面有一个东西 然后是在这里面有一个东西 有哪个东西呢 叫做from object 当前的话是不是这个文件 你看一下我把它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config当中 from 看一下实际上是不是有这三种啊 第一种是从对象当中拿回来 第二种方式呢是从这个文件当中拿过来 第三种呢是从这个env var env是不是我们又见到了 把它叫做环境的意思吧 这个环境指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当前的env var我们把它叫做环境变量 指的就是操作系统当中呢 它也是操作系统本身也是一段程序 里面也可以有变量的关系 如果你brown env var的话 相当于是从操作系统所维护的那个变量当中 去拿参数 那这个参数的话 我们通常不这么去用 我们只用前两种方式 从对象里面和从py文件当中往过它 所以的话 那咱们怎么去写呢 比如说我们再来就拿这个从py文件 从这个frompyfile当中拿过来 拿过来的话 这时候我们要去指明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去指明的就是那个文件的名字了 我们再去指明的话 在这里面呢 可以去指明也是一个相对的路径 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不指明绝对路径 指明这样一个名字之后呢 它也是以当前的这个模块所在的末路为根末路 然后呢 去寻找这个文件的名字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就相当于把刚才的这个配置文件里面的参数呢 通通的它一次性读进来 并且保存到了app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对象当中 所以这是第一种方式 app.config 然后frompyfile 指明一个配置文件名字方式 那么现在来去让程序运行一下 我让程序重新运行 让程序重新运行的时候 你看一下 已经跟我刚才的启动方式不太一样了 对吧 我一旦加了debug的一处之后 你能够看到 debug这样的一个调试器已经被激活了 然后呢 在flask当中 它的调试模式跟jungle是一样的 如果你在程序当中 一旦去修改了某个地方的话 它也能够自动重启 这跟jungle是一样的吧 然后呢 如果你在程序当中出现了问题的话 它也能够自动的给你去把详细的信息给你展出来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我当前开起来之后呢 就直接再回过来 放127.0.0.1 最应的是5000 最应的是5000之后的话 比如说刚才咱们在这里面定义哪个东西了 是不是在这里面定一个路由了 我访问这个路由 然后放到这儿 这是最应的刚才的东西 紧接下来 我把这个路由里面的给你改写一下 改写一下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改写一个 给你就导致出现一个问题 导致出现一个什么错误呢 1除以0 是不是肯定会出现异常啊 所以我把它去保存一下 然后呢 保存一下之后的话 然后你看一下 它自动刚才是不是已经restarting了 已经自动重启了 在里面是不是有reloading啊 只是我保存之后呢 它能够自动重启 回过图来呢 我去刷新一下 然后呢 你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提示 也是debug模式给你开起来之后了 这一点跟张狗是一样的 你如果把debug模式给它关掉之后的话 你看不到这样的错误提示信息的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除了这种方式 能够去导入这个配置参数之外 我给你注视掉 还有哪种方式呢 还有的一种方式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从对象当中往过导 那这个对象的话 我们通常情况下 都是直接使用类的方式来进行定义 类实际上是不是也是一个对象啊 对吧 那么把它叫做config吧 叫做config 然后呢 它从这个object进入过来 在这里面我们跟大家去提到一点 提一点什么东西呢 你在去在python2当中定义一个类的时候 在python3当中 你定义这个类的话 实际上是不可以 后面不去指明object也可以啊 但是在python2当中 你指不指明object的话 就有本质的区别了 所以我们要求大家就是你养成习惯 你在去写的时候呢 后面一定要显示的去写 从object的继承过来 这点是一定要这样去写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往下去说 你肯定当中从它继承过来 然后呢 我可以把debug 刚才那个参数呢 定义为这个类的一个类属性 比如说来这个地方呢 给你写一个debug等于处 定完这个类属性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怎么去做呢 你现在相当于这个有了 有的话直接app当中config 里面 然后呢 可以直接fromobject 从对象而来 然后传谁呢 你不用把这个类去创建出来一个对象 直接把类名传给它 它就是可以的 原来在于类也是一个对象 你把类直接传给它之后的话 然后呢 这个fromobject能从类当中 把所定出来的类属性 对于呢 这样的建制度的信息 统统的读进去 配置到这个app当中来 所以呢 这是第二种方式 使用 对象 配置 参数 那现在来看一下 我已经把上面给出出掉了 已经变成底下了 变成底下之后呢 我让我的程序呢 再重新的去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之后的话 我在当前的这里面 你去看一下 是不是debug已经赚起来了 然后呢 我还回过出来 去访问这个a等于1除以这个0 然后呢 只要还能够出现这个页面 就代表debug模式 已经配置进去了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被刷新过了 已经还能拿到取息 所以呢 通过这样方式 也是可以配置进去的 这是第二种配置方式 第二种配置方式 配置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还有第三种配置方式 第三种配置方式就是 哪个东西呢 第三种 第三种的话 如果你在去这个APP plus当中配置参数 比较少的情况下 你可以直接操作谁呢 可以直接操作APP里面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一下刚才的from 拍pifl 跟from这个object 这两个方法 都是从哪来的 都是从APP 点 config 从它里面的东西吧 所以我们说了 config 你可以把它理解 为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字典的 一种对象了 它支持按照字典的方式 来进行操作 所以也就意味说 如果我通过 config from pifl的话 那它会把这个文件当中 锁定的参数呢 通通读进来 并且保存到config 这个字典当中 如果你通过fromobject的话 它从这个类里面 把参数读出来 保存到这个字典当中 那你现在 既然它是一个字典 实际上你是不是 也可以直接 往这个字典里面 c属性啊 直接往字典里面 c属性的话 怎么去c啊 不通过翻过号的方式 进行设计就可以啊 对吧 所以这一点也是可以的 就相当于 我回回来 我在这里面 直接去指明一个参数 去叫做debug 然后呢 这个参数什么东西呢 是这个tru的方式 我给你设置这儿 解释 直接操作config 直接操作 config的字典对象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咱们让程序 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我把程序停掉 停掉之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让它重新启动 让它重新启动的话 你只要能看到 这个debug is active的话 就代表你给它 传递出来 debug参数 已经是激活状态了 所以这三种方式呢 统统的都是可以 那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项目当中 再去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会选用这种方式 使用类的方式 来直接使用 那我们在当前的 框架阶段学习的时候呢 如果参数少 我们就直接去使用 那一顿呢 咱们就直接把参数 给你设到config当中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 大家先下课讯一下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